各位觀眾朋友,歡迎來到Nightestore的頻道 我是你們的頻道主小夜Night 那快要一個月沒有發影片啦 因為最近工作真的比較忙一點 所以導致發影片的時間比較少 那也沒有太多的時間去做影片 那再來因為我身後其實堆了快二三十盒公仔吧 所以會想要去抽空把它給拆開 那就來做個開箱的影片 那這次要來開箱的這一款 龍珠超的 稅務的龍珠 那其實我自己有先打開來看過了 這個應該是我極其最不推薦購買的景品之一了 那可以看到這個是金正的 那也代表是日貨 那這邊我們就來拆開給大家看一下吧 那其實前面我已經拆開過了 就是因為拆開才知道不太推薦購買 那拆開來之後呢 這邊會有標籤 就代表是金正正版 那打開來之後呢就是七顆龍珠 那這就是裡面的一星球 那為什麼我要說這不推薦購買呢 那其實大家可以看一下旁邊 這個邊線其實做得非常的粗燒 那有一些地方其實還有接縫 其實大家應該看得很清楚吧 這個接縫處 這其實對我來說 如果是日本正版景品的話 其實是非常粗燒的 那這是一星球 這個是四星 五星 二星 三星 七星 六星 每一顆接縫都非常的明顯 那真正去做展示的話 可能只能用正面去做展示啊 就是我覺得 如果你對龍珠這個東西比較有要求的話 我建議你再多花一些錢 買到景品以上的 雖然說景品是真的是比較有 可能做工會有瑕疵啊 或是做的比較簡單一點 但其實有很多景品都做的真的很漂亮 那這個我覺得真的是特地啦 除非你真的是龍珠愛好者 我不建議你去購買這一款 如果你是的話 那當然要買些來收藏啦 那因為最近真的比較忙一點 所以能拍片的時間真的比較少 所以拍片的話 會走比較簡單一點的開箱文區之後拍片 那其實又買很多新的東西 到時候可以在一起開箱給大家看 那你們對這款龍珠有什麼感想呢 還是你家其實也有這一款龍珠 可以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一下 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再幫我訂閱 按讚分享 並開小鈴鐺 一讚的朋友 請記得再幫我一讚三連 感謝各位 掰掰 出來吧 神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